大家好,我是epixia,今天应粉丝的要求来做一期历史上的项羽,那么我们开始吧 项吉,自语,下乡人,在24岁的时候奇异犯秦 他的叔父名叫项良,而项良的父亲就是被秦将王俭杀死的楚国将军项燕 项氏家族很多代都为楚国的将军,被封在了项帝,所以姓项 在项羽少年时期,学读书写字不成就去学见,结果也没学成 他的叔父项良大怒,项羽就说,读书写字用来记人名就足够了 剑术也只能敌一个人,没有必要学 要学,就该学能够抵挡和对战上万人的本事 于是,项良就开始教项羽兵法,项羽很开心,但只粗略地学了个大概,就没接着学了 因为项羽曾经杀过人,所以就和项羽逃到无中躲避仇人 无中里面的贤士和有才能的人都出自项羽之下 并且每当无中有姚毅和丧事的时候,都是由项羽主持办理 暗地里,项羽用兵法来校考和约束他门下的兵客和子弟们,来了解他们的能力 后来秦始皇巡游到会计郡,在他渡江的时候,项羽和项羽也在一旁观看 项羽便说道,这个人是可以被取而代之的 项羽连忙捂住了项羽的嘴,对项羽说道,你别胡言乱语 不然我们的族人都会受到牵连 但也因为这次事件,让项羽觉得项羽与众不同 这时的项羽身高八尺有余,力气大,能举顶 他的才能和气魄也远胜于常人 无中的年轻人都很畏惧项羽 公元前二零九年七月,陈胜在大泽乡起义 随后在那年的九月,会计郡的郡守找上了项羽 对他说道,整个大江以西都返了,这就是天要王秦朝 我听闻,先动手就能控制别人,后动手就会被人所控制 所以我打算起兵,以宁和环楚为将军 项羽回答道,环楚在外逃亡,只有项羽知道他在哪 于是项羽便出去找到了项羽,告诉项羽持剑在外面等候 随后又去见了郡守,对郡守说道 请您招项羽进来,让他去找环楚 郡守说,好,项羽进来后,项羽就对项羽说可以动手了 项羽立刻拔剑,砍下了郡守的脑袋 项羽手里拿着郡守的脑袋,身上佩戴着郡守的官印 郡守府里面一片混乱,但在项羽砍杀了几十上百个人后 一时间,整个郡守府的人都伏地不敢动 随后,项羽召集了他所熟悉的官员 告诉他们他要起兵反情 发动吴中的军队启示,派人收取周边的属线 得到了精兵八千人 项羽又将吴中的豪杰们分派为军中的校尉 军侯和司马 其中有一个人项羽没有启用 他便找上了项羽 项羽对他说道,之前让你去主办一件丧事 你没有办好,所以不能任用你 这件事过后,所有人都对项羽心服 随后,项羽就当上了会计郡守 项羽成为了皮将 巡视着被占领的县城 后来,项羽的势力越来越大 并且命令项羽去攻打乡城 可乡城坚固,一时间难以攻克 等到攻陷后,项羽就将守城的军民全部坑杀 随后回报项羽 再后来,陈胜被杀 项羽召集中将商议 刘邦也前往参加 一个年以期时 足智多摩的老人范增告诉项羽 正因为他们项家世世代代是楚国的将领 所以才会在江东起兵,受人拥戴 但如果不拥立楚王的后裔 那么势力肯定不能长久 所以项羽就在民间找到了楚王的后裔雄星 立他为楚怀王 就在项羽等反秦势力逐渐壮大的同时 秦朝也在派遣军队平乱 项羽在东厄大败张寒的秦军 随后派遣刘邦和项羽去攻打承阳 并且屠戮了承阳 然后军队接着西径 刘邦和项羽又在濮阳城东大破秦军 紧接着他们又去进攻定陶 可没能攻下 便绕开了定陶再往西 直到雍丘再度击败秦军 斩杀了理由 项羽接连战胜秦军变得十分的骄傲 宋义就劝告项羽不要放松警惕 但项羽不听 并且将宋义外派 宋义在路上遇见了一位 要去见项羽的齐国使者 便对他说 项羽的军队肯定会战败 你在路上走慢一点 就可以免于一死 走得快了 正好到项羽的军中 恐怕灾祸便会来临 果然秦朝突然调集大军支援张寒 张寒一鼓作气击败储军 杀死项羽 这个时候刘邦和项羽再攻打陈流 久攻不下 刘邦和项羽一起商量道 现在项羽被打败了 士气低落 士族们都很恐慌 就这样刘邦和项羽退军了 项羽捉扎在鹏城的西边 刘邦驻扎在荡县 张寒在击败项羽的军队后 认为楚帝的军队已经不值得去担忧 就去进攻负起的赵国 大破赵国的军队 赵国的残军败将逃往巨鹿城 张寒就包围了巨鹿城 这时楚怀王听闻楚军在定逃战败 感到十分的害怕 急忙赶往鹏城 合并了项羽和吕臣的军队 命吕臣为司徒 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颖 刘邦为荡郡长 武安侯仍然统领荡县的军队 当初宋义在路上遇见的那位齐国使者 现在见到了楚王 对楚王说到 宋义曾说项羽的军队必败 果然过了几天 项羽便战败身亡 两军还没有交战就能预知到结果 可以说宋义是十分的懂兵了 楚王便召见宋义 和他商议大事 非常的开心和欣赏他 于是以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鲁公和副将 范增为末将去救援赵国 救援赵国的部队抵达安阳后 停留了46天不前进 项羽便说道 我听闻秦军把赵王围在巨鹿城 我们应该快速带领军队渡和 储君和赵军内外夹击秦军 必能大破秦军 宋义却反驳道 不对 如今秦国打赵国 打赢了 军队也会无比的疲倦 我们就能趁机进攻 如果秦国不能取胜 那么我们就一直向西 就可以攻入秦国的本土 所以现在 我们只需要做官秦赵 双方相斗就可以了 在战场上厮杀 我不如你 但论运筹帷幄 你不如我 与此同时 宋义还下令 军中倔强不听令者 全部斩支 又把自己的儿子 送去辅佐齐国 还举行宴会 饮酒作乐 当时天气寒冷 又下着大雨 士兵们又冻又饿 项羽便在一天早上 进入了宋义的大帐 斩杀了宋义 然后对着重将士说道 宋义和齐国联合谋反 楚王命令我将他杀死 当时诸将都害怕项羽 不敢反抗 都说 福利楚王的就是项家 如今将军杀死乱臣 也是应当的 于是 大家拥立项羽为上将军 还楚将这件事情 报告给了楚怀王 楚怀王便正式册封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杀了宋义后 威震楚国 明文诸侯 派遣当阳军和蒲将军 率领两万军队渡河 进攻秦军 但成效不大 赵国的陈瑜 再次请求项羽发兵 项羽就率领全部兵马渡河 然后把船沉入水中 把做饭的工具全部砸毁 只带三天的军粮 来表示死战的决心 随后开始包围王离 与秦军交战九次 断了秦军的粮食永道 大败秦军 杀死了秦军将领苏角 俘虏了王离 射奸拒绝投降 自焚而死 当时楚兵的声望和勇武 凌驾于诸侯联军之上 在楚军进攻秦军时 十多家诸侯联军都不敢进攻 而楚军却已依当时 呐喊的声音震动天地 诸侯联军人人恐惧 于是在击破秦军后 项羽召见众诸侯 当他们进入军营的时候 都是跪着向前走 不敢仰视项羽 项羽便成为了联军统帅 这时 张寒的军队驻扎在吉原 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张河南边 可两军并没有交战 但由于秦军屡屡败退 秦二世派人来责问张寒 张寒感到恐惧 便派长使司马兴回咸阳去寝室 但司马兴回到咸阳后 不但没能见到秦二世 还被赵高派人追杀 司马兴逃回军营后 就开始劝说张寒 这时 赵国的陈瑜也写信给张寒 劝他一起反秦 于是张寒便派人去和项羽约谈 但没有成功 项羽先是派蒲将军进攻秦军 大败了秦军 然后自己亲自率领全部兵马 再次与秦军交战 再次大破秦军 这时 张寒又派人来见项羽 想要议和 项羽就召集军力 商议说到 现在军中的粮食不多了 我想要接受张寒的合约 军力说好 随后两人相见 定立了盟约 张寒向项羽 哭诉着赵高的种种行为 项羽封张寒为雍王 司马兴为上将军 作为以投降秦军的先锋 大军行至新安的时候 因为诸侯联军 很多将士们都曾经在秦朝 扶过摇曳 受到过秦军的压迫 现在秦军投降 诸侯联军的将士们 就把这些投降的秦军 当作奴隶使唤 引起秦军的不满和议论 项羽得知这个消息后 就召集中将商议道 秦军的人数太多 如果他们不服 那将会十分的危险 不如把他们全部杀掉 只带张寒 司马兴和董毅走 于是 储君就在夜晚 把二十万秦军 坑杀在了新安城南 随后 项羽接着带兵西晋 到了寒谷关 因为已经有士兵守关 所以无法通过 这时又听闻 刘邦已经攻破了咸阳 项羽大怒 攻破寒谷关 不断地向前 到了细水之溪 而刘邦军驻扎在坝上 没能和项羽相见 刘邦的部下派人告诉项羽 现在刘邦想在关中称王 让秦王子英为相 霸占所有的珍宝 项羽大怒 说到明天准备好粮食 犒劳大军 我要击破刘邦的军队 这时 项羽有四十万的军队 而刘邦只有十万 范曾也劝说项羽 说刘邦志向不小 应该赶快进攻 除掉刘邦 项羽的另外一个叔父 项伯一直和张良的关系不错 而这时张良正好在追随刘邦 项伯连忙去见张良 劝张良逃走 但被张良拒绝 还被刘邦拉拢忽悠 所以项伯回到军营后 就对项羽说 刘邦是有大功的人 进攻他是不义之举 项羽则表示赞同 第二天 刘邦叫来见项羽 抵达鸿门后就向项羽赔罪 说一定是有小人向将军进谗言 项羽则表示 是您的左司马曹无商说的话 不然我怎么会这样 随后便让刘邦留下来一起喝酒 酒宴期间 范曾数次向项羽食眼神 举起身上的玉佩对项羽示意 但项羽就是不理 范曾只好起身出去 招来项庄 对项庄说 君王心肠太软 你现在就进去 五件助兴 然后趁机杀死刘邦 不然将来 你们都将会成为刘邦的俘虏 项庄进账后 开始五件助兴 项伯也连忙拔剑起舞 防止项庄刺杀刘邦 张良见状连忙出去 找到了樊快 樊快便冲入大帐 怒视着项羽 项羽按着剑说道 这位客人是谁 张良回答 是刘邦的护卫 樊快 项羽说 真是位壮士 四九 樊快败谢 一口喝下 项羽又说 给他一只猪肘 樊快也接着吃了下去 项羽说 好一位壮士 还能接着喝吗 樊快回答道 我连死都不怕 一杯酒 又有何妨 那秦王有虎狼之心 怎么杀人都杀不够 怎么用刑都用不完 所以天下人都反叛了 当初楚怀王和诸将约定 说先破秦 进入咸阳的人 为王 可当佩公进入咸阳后 财宝丝毫未动 等待着您的到来 但现在您要听信小人的谗言 来杀有公之人 这就是走秦朝灭亡的道路 我相信您是不会这样做的 项羽听完樊快讲的话之后 无言以对 只是回答 做 过了一会儿 刘邦起身去上厕所 叫上了樊快 随后 刘邦四季带着樊快逃走 将张良留了下来 献白币一双 给项羽和范宗 项羽接受了礼物 而范宗则是扔到地上 说 夺去项王天下的人 必定是刘邦了 刘邦回到军中后 立马杀了曹无商 几天后 项羽西晋 屠露了秦朝的国都 咸阳城 杀了投降的秦王子英 烧毁秦始宫殿 大火燃烧了三个月 都没有熄灭 并且将所有的财宝和妇女 都带往东方 有人劝说项羽 关中这块地方 一手难攻 土地肥沃 可以成就霸业 但当项羽看到 已经被烧毁 残破的秦朝宫殿 再加上思念家乡 便说道 富贵若不回乡 就像穿着奢华的衣服 在夜里行走 谁能知道呢 那个人回答道 人们说楚国人 都是猴子戴着人的帽子 我真是这样 项羽听到这个人的话 就把这个人扔进锅里 煮死了 后来项羽再向楚怀王 汇报完之后 楚怀王就回复到 一切如约定的那样 项羽就尊楚怀王为异地 然后开始封王 一共封了十八个诸侯王 刘邦为汉王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 统领九个郡定都在蓬城 公元前二零六年 诸侯们各自前往自己的封地 项羽也开始前往自己的封国 同时也派人去让异地迁都 又秘密地在路上将异地杀死 前面被分封的诸侯王们 其中一个韩王成 因为没有军功 就被项羽带去蓬城 费为侯 然后又杀了他 同一年 田荣因为听闻项羽 把齐王田府改封为焦东王 把齐国的将领田都立为齐王 非常愤怒 齐兵攻击田都 田都便逃跑到楚国 但因为齐王田府害怕项羽 便偷偷地跑去焦东 田荣大怒杀了田府 自己当了齐王 然后又进攻纪北王田安 得到了全部被分封的齐帝 与此同时 陈瑜也私自来找田荣说道 项羽是如何的不公 将以前的旧诸侯封到差的地方 而把他的部下封在好的地方 随后 陈瑜和田荣一起联手 攻打长山王张尔 复立了赵歇 陈瑜自己成为代王 在齐 赵因为不满项羽分封 而反叛的同一时间 项羽又听闻刘邦已经率兵 平定了关中 还想要接着东进 项羽大怒 封了一个韩王去抵挡汉军 又派遣将领去阻击彭越 当这个储君将领被击败后 张良伪坐韩王的书信 给项羽说道 刘邦只想得到关中 不敢东进 又伪坐齐王梁王的书信说 他们想要一起灭楚 项羽就开始专注攻打齐国 并且让九江王鹰部来帮忙 鹰部称兵不来 只派了几千士兵来 项羽因此开始怨恨鹰部 公元前205年的冬天 田荣被项羽打败 逃往了平原 被平原人杀死 项羽烧毁了齐国的城池和房屋 将田荣的士兵全部坑杀 将老弱妇女全部迁到了北海 一路上死伤无数 齐国人再次聚集在一起反叛 田荣的弟弟田恒得到了万鱼军队 攻下了承阳 项羽与田恒交战就攻不下 同一年的春天 刘邦率领着五路诸侯 总共56万军队进攻楚国 项羽听到这个消息 便让诸将留下来继续攻打齐国 自己率领着三万精兵返回救援 刘邦在攻下鹏城后 就开始搜刮财宝美人 大开宴会 突然项羽率军抵达 从早上开始进攻刘邦军 中午的时候打到蓬城 杀死汉军十余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邦军开始逃亡 而项羽接着追击 后来汉军被储军阻拦为杀 十余万汉军掉入水中 项羽将汉军围了三层 但突然一阵狂风刮起 储军大乱 刘邦趁机突围 刘邦本来打算去佩县 接了家人一起逃亡 但在这时 储军也追击了过来 刘邦的家人也早已四散逃亡 不过刘邦在逃跑途中 遇见了自己的儿子女儿 带上他们一起跑 但在危机时刻 刘邦数次将自己的儿子女儿 推下马车 想要让马车跑得更快 幸好刘邦的手下夏侯英 每一次都下车 将他们重新带上来 不过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都被储军俘虏 项羽把他们留在了军中 刘邦逃到了夏役 开始收拢残兵 萧和也将所有 没有登记在侧的人丁 全部带给了刘邦 刘邦的实力得以恢复 储军追击了过来 和汉军大战了一场 没有取胜 因为项羽去救援蓬城 田衡又再次得到了齐帝 立田荣的儿子为齐王 因为刘邦败给了项羽 诸侯们又去投靠项羽 刘邦驻扎在行羊 因为粮食永道 多次被项羽倾夺 心里恐惧 就向项羽求和 条件是把行羊以息 都给刘邦 项羽一开始打算 接受刘邦的求和 但在范曾的劝告下 项羽开始合围行羊 刘邦急忙地采用 陈平的计谋 来离间项羽和范曾 当项羽的使者 来到刘邦的军中 刘邦先是让人 准备了丰盛的酒宴 但一看见使者后 装作惊讶的样子 说道 我们以为是范曾的使者 没想到 是项羽的使者 就只拿了一些粗茶淡饭 给项羽的使者吃 使者回去之后 报告给了项羽 项羽以为 范曾和刘邦有勾结 就夺走了范曾的权利 范曾大怒 决定告老还乡 项羽答应了 范曾在走的路途上病死 后来项羽猛攻行羊 刘邦行事危机 刘邦的部下 季姓就假扮刘邦 出城投降 刘邦趁机逃跑 项羽赶过来后 问刘邦去哪了 季姓就说 刘邦已经走远了 项羽就用火将季姓烧死 行羊很快就被攻下 守城的两个将领 在拒绝投降 还对项羽出言不训后 都被项羽杀死 刘邦一边逃跑 一边收拢士兵 还得到了鹰部 逃入了城高 项羽很快地追了上来 进攻城高 刘邦接着向张尔 韩信那里逃去 在项羽攻下城高后 想要接着西境 但是被刘邦布置下的军队 所阻挡 这时 彭越渡过黄河 杀死储君将领 项羽回军 击败了彭越 等项羽再返回的时候 刘邦已经集结了韩信的军队 双方就这样相持了数月 这时 彭越又带领兵马 断了储君的粮草 项羽情况危机 就将之前俘虏的刘邦的父亲 带到了前线 对刘邦说 你要是不投降 我就主了你的父亲 刘邦却回答道 当初我们相约为兄弟 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 如果你一定要主了他 请记得分我一些 项羽大怒 想要主了刘邦的父亲 但被项羽劝说 杀了他也没有意义 项羽也就罢了 储君和汉君相持不下 军中的人们 以及普通的百姓 都厌倦了战争 项羽就对刘邦说 天下大乱这么多年 都是因为我们两人 我现在只希望 你能和我决一死战 不要再拖着百姓受苦了 刘邦笑着回答 我愿意斗智 不愿意斗力 项羽派人去汉营挑战 但刘邦手下 有善于骑射的楼梵人 储君的勇士 数次被楼梵人射死 项羽大怒 亲自去挑战 就在楼梵人要射箭的那一瞬间 项羽怒吼一声 楼梵人吓得转身就跑 后来 刘邦在阵前细数项羽的罪状 项羽再次表示 想要决战 刘邦不听 就被项羽的俘虏一箭射中 受了伤的刘邦 只能退回城高城中 就在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的时候 韩信已经攻破了齐国和赵国 项羽派龙鞠去进攻韩信 就在双方交战的时候 冠英也率军赶来 夹击储君 储君大败 龙鞠战败被杀 项羽听到了龙鞠被杀的消息 十分的恐慌 派人去拉拢韩信 韩信不听 这时 彭越又带兵断了储君的良道 项羽就留下大司马曹旧 命他坚守 不准出战 随后出发去进攻城流 外皇 外皇一开始坚守 过了几天后才投降 项羽很生气 想要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 全部活埋 这时 外皇县令的门客 13岁的儿子来劝说项羽 外皇人之前不投降 是因为害怕彭越 现在外皇已经投降 大王您又要活埋了他们 这样只会失去明星 从这里往东 有十多个城池 恐怕难以攻下 项羽接受了他的建议 释放了外皇城里的抵抗者 果然 在项羽东进到隋阳的时候 人们都争抢着龟斧项羽 在项羽离开的这段日子里 汉军多次向储君挑战 被项羽留下来的大司马曹旧 忍不住率兵出战 被汉军击败 储君的物资也都被汉军得到 曹旧 董毅 司马兴全部自杀身亡 项羽听闻和汉军对峙的储君战败 立马带兵往回赶 这时 储君将领钟离末已经被包围 但因项羽及时赶到 汉军畏惧项羽 全部逃走 这时的汉军兵多两广 项羽则是兵少两少 刘邦就派使者去要求项羽放了他的父亲 项羽不答应 刘邦又派了第二个使者来劝说项羽 项羽最终答应一和 愿意和刘邦终分天下 以鸿沟为戒 西边是汉 东边是楚 释放了刘邦的家人 一和之后 刘邦准备率军西归 张良和陈平却劝说刘邦 现在汉已经得到了大半个天下 诸侯们也都归辅于汉 储君则是兵少 梁也少 这是上天要灭楚 应该抓紧这个机会 如果今天放项羽走了 那可就是养虎为患了 刘邦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公元前2022年 汉君追击项羽到杨甲 部队驻扎下来后 等待着约定好的韩信和彭越 一起来夹击项羽 可他们并没有前来 汉君被储君打得大败 刘邦就问张良怎么办 张良说 他们不来赴约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分封的地盘 如果您能够和他们共分天下 他们肯定会立马赶来 刘邦说 好 随后 派使者去告诉韩信和彭越 他们被分封的地盘 果然韩信和彭越表示 今天我们就出兵 后来 储君的大司马也背叛项羽 几路大军高歌猛进 抵达该下 直逼项羽 刘邦让韩信领30万军队为前军 和项羽的10万军队交锋 开战后 韩信军的战况不利 开始后撤 汉军就出动两翼来夹击项羽 局面开始扭转 这时 韩信又回军反击 项羽大败 项羽的军队驻扎在该下 兵少凉尽 汉和诸侯联军将储君团团围住 在夜晚 项羽听见四面都传来了储国的歌声 项羽大惊 难道汉军已经得到了所有的处地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储人在唱歌 项羽起身 在帐中饮酒 身旁有个美人 鸣鱼 还有经常骑的宝马 鸣锥 项羽感叹道 力大能跋山 英雄气无双 时运不济呀 锥马虽然没有死 但是也不能再向前奔跑了 鱼姬呀鱼姬 我该怎么安置你 项羽流下了眼泪 左右的侍从也跟着落泪 随后 项羽上马 麾下还有八百人和他一起突围 冠英率领着五千骑兵追赶 等度过淮河 项羽的麾下只剩下一百多名士兵 后来 项羽迷路 问一个农夫 农夫缺骗项羽 导致项羽的人马陷入沼泽 消耗了一些时间 汉军立马就追了上来 等项羽逃到东城的时候 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了 汉军却有几千的骑兵 项羽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就对部下说道 我自骑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亲自打过七十多场仗 战无不胜 从未输过 所以能够独霸天下 可现在被困在这里 这是上天要亡我 绝不是作战出了什么错 今天既然会战死 那么我想来一场痛快的战斗 剩他三个回合 和诸位一起冲破重围 斩杀汉将 砍倒汉齐 让诸位知道是天要亡我 而不是作战的失败和罪过 于是项羽把骑兵分成四个队伍 约定在山的东面集合 项羽说道 看我斩一敌将 下令冲锋 果然项羽斩了一个汉将 这时 另一个汉将想要追赶项羽 被项羽怒吓一声 吓得人和马都开始后退 项羽和他的部下会合后 再次冲锋 又杀了一个汉军校尉 杀死了数十百人 当他们集结在一起后 二十八个人 只死了两个人 项羽问道 怎么样 部下回答道 正如大王所说的那样 这时 项羽本想渡过乌江 正好有个老人和船停在岸边 老人说道 江东虽小 但是土地纵横千里 有数十万的人口 足以称王 希望大王快过江吧 这里只有我有船 汉军来了 也没法渡江 项羽笑了笑说 上天要灭亡我 我还渡江干什么 当初和我一起的八千江东子弟 全都死光了 即便江东父老怜爱我 让我做王 我的心中也有愧疚 随后又说 这是我的爱马 日行千里 我不忍杀他 把他送给您吧 随后 项羽命令所有部下下马 和汉军部战 光是项羽一个人 就杀了汉军上百人 项羽的身上也有十余处负伤 项羽在作战的时候 看见了自己的老乡时 就对他说道 我听说 刘邦用黄金千金 和封一万户 来悬赏我的脑袋 这份好处 就送给你了吧 说完 便自吻而死 士兵们为了争抢项羽的尸体 互相踩踏 砍杀对方的 有数十人 项羽死后 有五个人夺得了项羽尸体的一部分 这五个人都被封了猴 楚地也全部投降了刘邦 只有鲁县不投降 刘邦本想屠戮鲁县 但想到他们终于自己的君王 就拿项羽的人头给他们看 他们这才投降 当初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 项羽死后 鲁县又是最后才投降的 所以项羽就以鲁公的封号礼仪 被安葬 刘邦亲自给他发丧 哭泣了一通之后才离去 项氏宗族和旁之 刘邦都没有杀害 封项伯为猴 好几个项氏的人都被封了猴 还被刺姓刘 累死我了 赵羽 花车 带羽 缊